冷門捷運站 哇哇 它裡面是一個超大的漢堡肉耶 欸 欸 台灣藍圈 至少三隻 最佳拍照點 啥? 嘿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講系列 冷門捷運站 這個系列專門幫大家開發 那些台北你從來不曾想下車過的捷運站 新景點呢 我們來到了紅線的復興鋼 有人聽過嗎 復興鋼捷運站編號R23 位於北投區就名為 這個地方冷門到連太陽都不想過來 你看 今天就是非常的不適合出遊的一個日子 不過呢 沒有關係 越冷門的地方我們越是要把它 這個地圖非常簡單就是一條路 然後呢 這邊感覺就是往山上去 這感覺真的是沒有什麼東西啊 有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耶 好屌喔 其實不會說沒有東西啊 一出來有兩家非常有質感的咖啡廳 它是一個旅館耶 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很了解 那不如我們就來問問看 當地人的意見 我們來訪問一下路人好了 欸 好恩愛喔 欸 你好 不好意思 請繼續 請繼續 我們是拍AV的 我們可以接收四個人 各位高明 嗨 好 那他們因為是北投人 對 我是北投人 我是北投女區 以當地人的身分你們有來過復興港嗎 請天港有 請天港有 北投不是才一站而已嗎 一站而已 有來過啦 但不會特別來這邊 都會經過這裡 想問一下這附近有什麼好玩的嗎 這附近啊 這附近啊 對 那附近的人他就會去 三層七啊 花穗公園啊 我們剛剛問到兩個景點 一個是三層七 有聽過嗎 一個是關公廟 有嗎 應該是吧 這邊有一間廟 好不然我們就去看看 還沒吃的 喔 還沒有耶 阿姨 不好意思 請問那個你知道這附近有什麼好吃的嗎 好吃的喔 你長得好帥耶 謝謝 你也很漂亮啊 前面走過去有一家胖老闆 他是日式的 這邊是我的 這是胖老爹 我胖老爹還是胖老闆 那前面過來 好 那不用不用 我們可以自己Google去啊 好好好 那我們去Google 我喜歡吃的就是那一家 好 其他都是自助餐 好 謝謝阿姨 我就喜歡吃那一家 他是日式的 唯一一家 日式日式 OK Let's go Let's go 我喜歡吃的就是那一家 OK 我就住這一台而已 哇 那麼好 離捷運那麼近啊 對啊 最近 不行阿姨推薦胖老闆 就不是胖老闆 不能喝咖啡 不能去Seven 剛剛在那邊找我胖老闆 哈哈哈哈 欸 阿姨 你怎麼搞到我們在這裡 我想你們給他這樣 他有在我們是這樣裝的 在前面是不是 那你帶路 你帶路好了 他抓板就在這裡 你是不是裡面直接我就找我 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 謝謝你咧 謝謝你咧 你人很好咧 霍心岡原來人都很熱心 還有人情味 阿姨要帶我們一路到新天岡 好 真的掰掰喔 小心喔 真的好 我這邊有個麵包店 有個鹽酥雞 有個剉冰 有個剉冰 其實他的店面就是這樣的 非常的居家簡易 在講簡陋耶 我剛剛也是想講簡陋 可是我說簡易好像比較好的一點 我覺得今天生意不錯 今天我們剛剛開就已經算滿了 我父親剛剛真的沒東西吃 皮膚折食 競爭比較沒有那麼大 你要開店一定爆滿 我去連鎖一間飯碗店開吧 不錯耶 哇 還有手喔 不會 它味噌算滿有成績的喔 因為他們人其實滿多的嘛 烹飪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但是他們在我們等待的時間 還是會提供這種小菜啊 湯啊 所以讓我們先墊墊味 滿貼心的 它的飯很滑 天啊 它醬油是太甜的 好深啊 哇 它洋蔥味很甜耶 它蛋很滑很厚耶 它皮膚很嫩的 它皮膚很嫩的 欸 怎麼辦 我覺得每個人看起來超好吃的 好厚喔 謝謝那個愛的感覺 謝謝愛聊天的愛 我覺得我覺得好像是100 我覺得 還有小菜還有味噌之外 待會兒小菜再去的話 下禮拜再來 首先從外觀上看上去就是一個 雙蛋蛋絕蛋的年代 咱們可以吃到蛋是多麼幸福的事情 哇 哇 哇 它裡面是一個超巴拉漢堡肉耶 我來幫你吃 我來幫你吃頓看 謝謝你們討意 我覺得如果你們有錢吃 國際那個 來這邊就對了 我從來沒有在台灣吃過這個足夥 嗯 很少在台灣吃到漢堡肉 它奶昔餡料 怪不得 那麼很搶手喔 很好吃 對 它的牛丼 會乾嗎 看起來會不會很乾啊 超微 牛 牛牛好像超微 那你要不要淋一點它的蛋加進去 但我剛有吃一口它的那個飯 很濃厚的醬汁在裡面 嗯 就是不夠味 是台灣的嗎 是日本的 是日本的喔 超級苦啊 日本來的喔 真的 很苦耶 不喜歡 代表說你經歷了不夠苦的事情 如果你的人生已經毀掉了 你在吃這個就 還好嘛 來看我的人生苦不苦啊 很苦耶 第一口下去當然就是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要咬開來 它那個汁 然後用你的舌根之後 你就會開始了 但它的苦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像你說涼藥苦口 苦瓜是可以讓你降火氣的 很大根喔 有點飽啦 我覺得它真的超值得可以見 因為份量多 然後好吃 然後又滿便宜的 CP值真的很高 充滿驚喜的一家店 吃飽喝足後 我們步行來到山坡上的 煞老別公園 這是一個 滿偏僻的 有點像公墓的一個公園 喔 真的叫 嘎老別 你知道我以為有什麼馬來下話 嘎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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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老別啦 嘎老別啦 我被你踩到一邊了 大隻來被威力大邊了 怎麼會這麼小雞啊 我們現在要對她的手藝很好 千萬先生請問這附近 有什麼好玩的嗎 你可以推薦一下嗎 好吃的或者是 蛇肉嗎 他吃蛇你確定 哇好多喔 滿滿的耶 他走路耶 地上都是 好可怕喔 這個數量 滿滿的啊 你走過去你就知道很多 你仔細看都在動 他們是不是在躲我們 北投的水溝蓋滿可愛的耶 啪 啪 啪頭 台語啦 啪頭 喔啪頭 馬來西亞人破解 好屌喔 我們緊接來到一個 阿嬤推薦的圖書館 欸等一下 這邊是台北市喔 喔 我現在才知道北投是台北市 環境空間很乾淨 舒服 環境空間很乾淨 我剛才讀書館發出一本書 它是寫 捷運猶太北 當然寫得非常詳細 沒在哪裡看 就是我可以去的地方 然後呢 我就想說好 找紅線 帶水紅桌林開始翻 然後呢 背投 洗背投 OK 欸 什麼意思 複心湯呢 它是跳過 沒有複心湯 我覺得複心湯不湯 接連 背投 關渡 淡水 這個還沒 看來這個地方 可能是需要開發一下 循著咖啡廂 我們發現了一間 北投到底咖啡廳品牌 豆咖啡的小店 他們的豆真的很香 老闆你知道這附近有沒有什麼公園啊 還是什麼地方可以去嗎 三層旗 喔 三層旗喔 我的鏡頭 三層旗 竟然被推薦了兩次 決定親自前往看看 三層旗 最佳拍照點 什麼 啥 應該有花啦 啥東西 現在不見了 啥 等一下 這是 這不是 枯掉耶 這是爛掉耶 好像被車子撿過去之類的 花線三層旗 應該是要貼在這邊 這邊也太多蝸牛了吧 生存能力比較強 不會走在人走的地方 雖然可能這邊平常 路上也沒有人在走 他們應該也很意味 看這邊怎麼會有人啊 沒事 真的沒事 哈哈哈哈哈哈 法國人應該非常喜歡這個公園吧 他現在 這樣洗 太天然了 好 上去看看 啊 你會感覺就是踩到薯片的感覺 咔嚓這樣子 然後換殼 哇 太重了 你這樣永遠都走不到上面 OK 我覺得他們比青蛙還不聰明 因為他們太慢了啦 因為他們慢啊 欸 哇 這景還蠻美的耶 可以看整個復興鋼 太久了吧 欸等一下 你認真他不是別人在叫嗎 對啊 有 有 欸有欸 在哪裡 誰 誰 哇欸 好像在求偶喔 哇啾 為什麼我們沒有 一點點很小 超男女 我們要去櫃子坑 就是這裡啊 因為他本來上面有一片花海 怎麼在這裡 我原來本是他們來這裡玩 所以你們就是本來來這裡看花 對啊 這裡的花是到三月底而已的 所以我們 沒關係我們都錯過了 我們都錯過了 真是 真是 老婆 跳起來的家 OMG你是最耀眼的那一朵 因為沒有別的朵 喔你們來玩 來玩 你們選這個地方 哇 很有品味 還有品味 這是哪個在地候選人啊 他也太愛這塊地了吧 面目全非 到了 櫃子坑啊 沒有 情人湖 這裡真的給人一種 世外桃園的感覺 清幽安靜且綠意盎然 重點這裡還能見到一些 平時看不到的 國寶級野生動物 欸欸欸 台灣藍圈 好多隻喔 真的真的 至少三隻 好近喔 OMG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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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漂亮了 我讀到他們捕獵的畫面了 嗨 又見面了 想問一下你們知道 富新鋼 有什麼 你覺得最好吃 最推薦的食物 牛肉麵吧 喔 北頭最多就是牛肉麵 前面的塑膠牛肉麵 OKOK 謝謝你 走到這邊就已經聞到它的湯 香的咧 只能說這邊的小菜給的實在是太有誠意了 已經不是小菜的等級了 大菜 這麵是比較寬版的 哇 三大塊 而且是半斤半肉 哇 那湯頭有點帶小辣 微辣的感覺 嗯 可以 肉非常好吃 好吃 肉很嫩喔 嗯 入口你看 它連瘦肉部分都完全就是咬下去直接散掉了 它口感非常的滑順 就去搭配那個湯 可以這樣直接咻 素一下 很Q然後很滑 它那個素是一個撞成食 吃麵的時候發出什麼 差不多是這樣 素家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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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富新鋼開箱 我覺得富新鋼大家可以來玩耶 真的假的 但我覺得留半天就好啦 一天真的有點ㄍㄧㄥ 就去踏踏青啊 沒錯沒錯 特別去那個櫃子坑 櫃子坑可以去 然後如果真的想看花季的話 依照三月啊 我們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現在看到蝸牛 飛蟲跟青蛙 所以算是一個生態保育 非常完善的一個地方 但是餐廳真的還不錯 就至少我們目前吃到的都還不錯 那你們今天覺得 你們最喜歡的最推薦的行程是哪一個 我喜歡櫃子坑 對 你就是輕優輕優 你也是櫃子坑 很多藍雀 在車上櫃子坑也不錯 真的讓我大開眼鏡啦 這個捷運站 真的很冷門耶 真的很冷門 你看我們去讀書館 我翻四本喔 就先睡 捷運旅遊書 沒有人提到它 希望大家記得這個捷運站就是復興港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開箱啦 下次來想要看我們去哪一個捷運站的底下留言 掰掰 再見